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之前的某季节目中也是曾作为梦想导师出现在节目的导师习一侧 而这次他成了主角 新加入的他也希望能用自己的音乐感染力与人格魅力来打动喜爱的歌手来进行招揽 当然 非常具有亲和力的李健也在录制现场很快就融入了节目中 并与现场的观众有很好的互动 实的一提的是 在首期节目的播出中 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李健的幽默 与点雅的气质是独特的 常常能在点评中加入适当的专业词汇 让点评更有内涵 而他的幽默也体现在其机制之中 面对老导师的刻意刁难 李健也是能沉着应对 并做出精彩的回答 他的加入确实为节目增添了不少亮点 而另一位亲近导师 谢霆锋 香港著名歌手与演员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早年谢霆锋就开过演唱会 那时候在香港的歌唱界的地位也是极高的 而后开始接触电影 再之后就参加踪迹 秀自己的厨艺 所以说 他是个做事很有个性的人 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 而在本季节目中 谢霆锋在舞台上 对于现在国内艺人偶像追求韩柳 模仿韩国艺人表演的特点 做出了比较犀利的表态 首先也是认可韩柳的优点 但是对于实相追韩的风气 谢霆锋则是希望国内艺人能有自己的特点 做好自己 这番话看似有批评之一 但是也是齐帅真个性的表现 不管怎么样 小编觉得今年的四位导师的阵容组合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很稳由小嘴巴机聊原创